潘兆聪 恐怖在戰 Hello 阿寶 Hello 喂 怎麼樣阿寶 Hello Edmond 還有仙妮師傅 還有Ania Hello 仙妮師傅 還有美女 Hello 你好 Hello 我想分享一些關於香港各大酒店的東西 嘩 各大酒店啊 這麼厲害啊 是啊 是真的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簡單說 快說 因為最近我會在YouTube重溫回 你以前在電台年代的節目 我聽到銅鑼灣事件那裡 你都說不要說 我怕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在銅鑼灣某酒店的合樓梯 就有一個無主孤雲牌 是的 這個真的很害怕的 其實都真的 聽過 是的 好了 那我就聽了 就是聽了 因為你之前電影都有 是的 那我就跟我先生分享 那我說這件事呢 那我先生就說 那他就憤悔了一句 即是我的感覺 其實很多酒店都更厲害都有 就是他分享給我聽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就是我告訴他 銅鑼灣那裡的事件 那他就告訴我 因為他工作的原因 那他的同事 都會去香港各大酒店 總之你說銅鑼灣那裡 他們都說見過的 即是有經過那裡 總之這樣說 是 那現在那裡 即是他的同事 即是他的同事 沒有聽你的節目 那些等等 但他們都說 感覺是很不舒服的 是 即是去那裡 總之是經過那裡 那接著他就分享 他自己 我先生 還有他的同事 因為工作 要去那些地方 即各大酒店 會經過那些所謂的員工通道 是 其實我先生就跟我說 很多知名 即香港所謂的大酒店 根本後面都有那些 即樓梯 是 講地區而已 不要開明 地區 是 是 很多名人 會去那些 那些地方 嗯 那他就說 有一次他去過 做事 他經過那些員工通道 那因為他是 每個星期幾月去的 那他就說 留意到他會經過一個樓層 那他就看到 那個牆身那裡 就有很大的 水印 水植 即是有植水出來的 嗯 那他開始沒有在意 那後來他 跟酒店那些職員說 就說 為何那裡長期 都會有一個大夜 在那裡 即是有些水 那職員那些就說 唉 沒事的 沒有你那麼多 就是這樣說 那後來他就聽回 其他的可能 跟那間酒店有 相關生意來往那些人 那些會去過酒店做事 那些情況 那那個人就跟 我先生說 你不如看清楚究竟 那裡 是 那塊水印 所謂那塊水印是什麼 嗯 那他真的刻意站在那裡 看清楚 原來 他說是一個人 人樣 哦 即是 有眼耳口鼻 有一個人樣 一個人頭 他沒有新的 嗯 那為什麼那裡 無端端有一個水印 人樣出來呢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他問回 就算是酒店那些 那些都不會說 不說 沒有東西的 流水而已 即是當作是流水 長生流水 即是不肯說 即是他們不肯說 我只可以這樣說 就是這樣 我們聽到就是這樣 因為我私生分享給我聽 然後另外 第二家酒店呢 就是荃灣區的 嗯 嗯 媽店老闆那間 知道啦 其實荃灣區 沒有開酒店而已 是啊 是啊 那間呢 話說 他們又去工作 去那裡 然後呢 因為他們可能 做完事 他們想著快點 下地下 就知道 我不想說得這麼快 明白嗎 就是 他想快點離開那裡 因為他要趕時間 那他就不搭貨車 就走樓梯啦 這樣說 走那些 後樓梯 員工通到後樓梯 那些 然後呢 他那時候 送貨去那裡 就是 十樓 嗯 我不說清楚 都送他十樓 那他就走下去 那九樓落到八樓 中間那裡 那他中間 九樓落到八樓呢 那他就看到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就是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嗯 那因為我 嗯 嗯 同事或者先生那些做事 那他因為拿著一些工具 那這樣 就 走樓梯下去的時候 就跟他說 麻煩姐姐 就是撞到他 撞到他 那 那那個人呢 就不理他 沒有坐在那裡 他不止一次見到 那然後他之後 因為他經常都會去那裡做事 總之 那 那 見過兩三次 其實重複 那然後呢 他就 就是 當口問回 酒店的職員 那酒店的職員就說 嗯 嗯 其實那是 那些前員工 就是因為 工作 以外 死了 在那裡 撞到樓梯 是 那些 然後呢 嗯 然後呢 那間酒店 那間酒店 就貼了一張告示 是 在九樓那裡 就說 任何人員 即不是說是員工 不可以再這樣走 他直接說 因為他跌了那些後樓梯 是發了那些紅外線的那些燈 哦 因為是有人走 他才會著 是 那他現在是 因為不止說 有人見到 是不止一個兩個見到 是可能其他 或者其他人都會見到 是 是 是 貼那張東西 不但還要是 是 你再走 你的任何人走 就會響 是 但是那個員工 即是死了那個 又沒有搞他們 而已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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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在那裡吃煙 就是阿伯 是啊 坐在那裡吃煙 是啊 他沒有反應的 因為我 我先生 我們去公司的 夥記其實都見到的 是 因為他們那一刻 沒有想到他是那些 是 真實 是啊 對 吃煙 是啊 他們是真人的 其實是一個真人 但是為什麼又不安排給他 對 對 譬如說你安銅鑼灣那間 一定是有東西才有 一個無主孤魂 他們都會安排給他 受香火 但是這個又沒有 是不是 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問 他們都不說 你真的在酒店做的 你都不說 嗯 OK 沒有 即是 他就說 你們不要 就算真的 你真的要走那條樓梯 因為他後來就說 不讓人走 還有響啞 就是他不想你的人在那裡 是 免得傳出去 衝出去害怕人 是啊 但我想問你 剛才說 滲水出來 像一個樣子那個 其實那間酒店 是不是已經是六星級那間 就是 是啊 是啊 應該不放酒間 是啊 因為那間大家都知道 是啊 那條樓梯 整天在拍照 那條樓梯 即是日治時期 是不是 那那裡就已經是 看完了 沒有了 最精湊的部分 看不到的了 是啊 這只是恐怖在線 每晚的精華片段 那如果你想看到 一個小時免費節目的說話 那可以在 星期一至五晚 大概11點 達8個字 可以去到 admondpun.com 至於在Facebook 只要你like了我們的專業Hotbase 都可以看到的 另外Vchat的火嘴網 以及BigBigAir的手機APP 都可以看到大概一個小時的免費節目 但是如果你想看全集節目 大概有一個半小時的說話 那麻煩你參與我們的月費計劃 現在聲音的月費就是30元 而視像是40元 那只要你成為我們月費計劃的會員 那就隨時下載 隨時看完所有節目 還有只要你加了10元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 BigBigAir的手機APP 很方便 隨時在手機裡面 都看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不用想 立刻下載 立刻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 好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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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